啊!Kid来了!啊!来!啊!啊!来!来!哇!猫欸!哇!Kid来了!啊!哇!哇!哇! 首先呢先在这里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虽然今天我打扮得好像喜气洋洋嘛因为过年嘛 可是今年其实我是想在这里跟大家宣布一件不好的消息 就是我所拍摄的《芒格拉杀手》这部赫税片呢正式宣告费劲 所以也就代表这部电影出了不能够顺利抢到2014年的赫税党 它其实也代表这部电影呢永远都没有办法在戏院上映 在这里呢我要向全马来西亚期待《芒格拉杀》上映的朋友说一声抱歉 对不起大家让大家失望了我还要跟每一位参与这部电影的工作人员还有演员道歉 你们的努力你们的心血你们的付出都白费了对不起 虽然这不算是一部大成本制作的电影可是也投资了不少钱 我本来希望这部戏可以大卖然后投资的老板会开心一点 希望可以多支持一下马来西亚本地电影 可是现在连回本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给你 真的对不起 其实相关单位也没有特别指明说这部电影是背劲的 可是他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告诉我 就是说有一些地方要重拍 我手上拿的账纸呢就是相关单位写来叫我重拍的部分 里面一共有31点 我发现它叫我重拍的部分呢等于整部戏的90% OK我可以随便举例给大家听 比如说第三点就是我啊黄明志所饰演的那个角色呢 在戏里面穿了一件T-shirt上面写Safe Malaysia 可是他告诉我呢不能够写Safe Malaysia的T-shirt上面 因为这样呢代表马来西亚不safe 有侮辱国家的感觉 所以他说这个部分要重拍 可是你知道吗我整部戏都穿着那件衣服 OK啊? 嗯 第五点呢 第五点 在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就是在吉隆坡的Kota Raya那边 我们在Kota Raya呢拍了几场的戏 如果你大概去过Kota Raya的朋友呢 你们就知道Kota Raya呢是一个外劳姐 可是呢 这个第五条它讲什么呢 在这个场景的很多店面里面呢 有太多孟加拉的顾客 还有太多孟加拉的人在工作 看起来不像马来西亚 所以整段要剪掉 它讲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有道理吗? 有道理 它不是乱乱限制你的有条文的 OK第九条 最终有几名男子在马路正中央开枪 这样显示了 马来西亚治安很差 随时都可以拿枪举起来开 所以它讲这一幕要剪掉 这个也就代表呢 全世界最乱的国家就是美国啦 因为他们Hollywood呢 随便拿枪起来就开 香港也满乱的 马路上就可以砍人 OK啦我们来讲最后一条啦 OK 因为我现在要回家过年 所以我不是很有力讲 所以我们来讲最后一个就好 第十七条 我这一幕呢是拍那个 Mangala 在Mangala那边拿枪 来练习 所以呢在那个Mangala的背后呢 有Mangala的国旗 可是这个第十七条他讲什么呢 他讲呢这个Mangala男子在射枪的时候 他的背后的那个Mangala国旗 看起来很像马来西亚反对党 回教党的党旗 所以呢他就讲 我是在支持反对党来反政府 所以呢他要我剪掉枕幕 也就讲呢Mangala的国旗 跟回教党的党旗长得很像 所以他讲我在提倡反对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原来整个Mangala 是回教党成立的 OK 有三十一条我没有力讲了 因为新年要happy嘛对不对 我电影被变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跟大家什么关系对不对 我应该把快乐的气氛带给大家 所以过年呢最重要要讲好话 不要乱乱讲话 所以当你新年要到的时候 你真的忍不住 你真的是北大汉 你真的很想讲坏话的时候 这样你怎么办呢 所以呢这个世界上就有人发明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非常神奇 是在新年的时候才可以用 就是当你北大汉 你真的是洞北调很想讲人家坏话的时候呢 你就要拿这个东西出来 所以呢针对这件事情呢 必须要使用这个东西 要怎样使用呢 conversation 哎哟 哎呀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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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